请收看惠律法师博学讲座 修行福道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 无真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地宽恕众生 忍入 这个忍入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八十九夜 前面算来第二行 倒数第七个字 若观佛做清净光明解脱之相 观众生做构着 这个构就是成构 着呢就是污着 暗昧 这个暗就是没有光明 昧就是昏迷 生死之下 也就是说把佛观想得很清净光明解脱 把众生观想得构着 暗昧生死 那么这很强烈的光明 那么这很强烈的光明跟黑暗的对立 所以说做此结者 做此结者 作此结者 离和杀 终不得菩提 为什么 为着相故 也就是说 不可以三色相见如来 也不可以以光明相表如来 也不可以说以黑暗表众生 何以故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同一个本体 同一个本体 因此我们很清楚的 凡是落入对立的 再联系的执着 这个通通是业相 业障之相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人业障现前 什么叫做业障现前 内在的那种执着 而且连续的执着 都没有办法放下 连续的执着 我们人就是 我们很清楚的 现在在着相 可是没有能力 赶快放下 就在讲话的那个时刻 就在思维的那个时刻 不管你在任何的时间 空间的交合点 就赶快 关照这个空性的思想 让一切相 赶快放下 我们常用一个 台湾话说 这个人业在干 业在干 为什么 放伏下连续的执着 叫做业障现前 那么我们如果很清楚的 现在了解说 这个执着 是很不值得的 就是现在很强烈的着相 当下放下就 就没事了 所以说你什么时候悟到 那什么时候 就进入绝对的真空状态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也没有任何的一定 怎么样 因为佛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之下 是不是 这一切都是在等待 十节一年 看你什么时候 能够去入 毕竟的 空极的绝对的 这个境界 你什么时候就是出事法 有的是一念之间 有的一刹那之间 有的一天 有的三天 有的一个月 有的好几年 但看你肯跟不肯 法哪有什么困难 就是有没有自弃啊 说不着相就放下 就是放下 然后彻底的去观照 原起无自信 本来就是无以法可得 然后很强烈的要求自己 这样叫做超越 放下 底下说 为此一心 更无为存 须法可得 就是这个无心 一心就是无心 不起心不动念的当下 灵觉之清静之心 没有一点 法可得 有一点法可得 就是着相 就是落入 那么这个 有法可得 所以这个一心 就是其心是否 因此我们内心里面 能常常要告诉自己 极心极否 我们现在这颗心 也可以做否 为什么 只要我们不着相 无所求 无所住 我们大慈大悲 大喜大舍 我们平等 我们安住在无所住 我们这颗心 现在就是否 如今学道人 不误此心体 学道的人呢 没有误到这个 不生不灭的 清静的本体 给你心上 身心 就是在我们 清静心呢 强迫自己去 身心就是动念 想要再找 另外一个心 他不晓得 跑端端地 放在那个地方 但莫取向 但习力 莫求圣洁 现在当下就是 可是我们现在呢 是心上 身心 本来有的清静心呢 被动了一个念头 想要去追求 又化作无名了 就开始 向外求佛 着相修行 皆是恶法 非菩提道 非菩提道 为什么叫着相修行呢 我今天念佛 念多一点 好像很值得教 逢人就说 然后就夸赞自己 我是怎么样大神通 我是如何的修行 尤其是密宗的 很容易蛊惑人家 密宗在显教的 这个基础上 如果打得不稳的话 密宗是最容易感应 也最容易走错路 其实密宗本身 并不是不好 并不是不好 密宗讲求到最后 他还是无相 因为密宗是以六大 作为修行的根本基础 但是因为密宗 三密相应 感应力很强 众生很喜欢学这个东西 因为他是超越 我们一般人的 这些事项上 有特殊的感应力 所以一般人 喜欢学这个东西 能够表现自己的 跟人家不一样的 一些种种的手印 加持感应 所以我们一碰到密宗 他都很喜欢讲这种东西 很喜欢讲这种东西 感应不代表成道 神通抵不过因果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 所以走向修行都是恶法 我们念佛 念到有感应 心里知道就好 默契就好 也不要说 也不必一直拼命地 宣扬自己多了不得 这样又是落入对立 这不是菩提道 那么供养十方诸佛 这个字印错了 印好像财 供养十方 这个字把它改成十 十方诸佛 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 什么就是无心道人呢 在四十二章经里面讲说 犯一个千亿三世诸佛 就是供养了千亿的三世诸佛 这是指事项上的 那不如犯一个无念 无助无休 无正之者 这是指一念回光返照 自己的清净心显现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供养了外在的这些千百亿的佛 这是福 可是不能超越 不如供养一个 意思就是不如你回光返照 怎么样 你自己啊 内心里面无念 无助 无休 无正 以绝对的决心相应 供养一个无心道人 就是指自己的心性 不如你去发现 你这个不生不灭的心性 所以一个是站在四项上修行 百千万节都不能成道 因为四项是落入因果生灭赤地法 对不对 那一念回光返照清净的本体 在理上一下功夫 那就显现出来 所以供养一个无心道人 是指每一个人的心性 简单说 拿金钱外在的拼命的布施 不如一个懂得回光返照的人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何以过呢 无心 就是无一切心 如如之体 如如不动的本体 叫做如如之体 内如目视 不动不摇 我们内心呢 非常有理性 非常有智慧 能够保持怎么样 就像目视的不动不摇 简单讲就不受影响 外如虚空 不善 不爱 面对一切缘起呢 那么 它无所障碍 心呢 无所障碍 所以 业障永远不会现前 就是肉体的种种生脑病死 它也能够放得下 内空 外空 哪里不是空 任你缘起 都知道这个是生灭 肉体一定是有生脑病死的 把这个当作是很平常心的 接纳的 是不是 有的人一病苦了 啊 有点过烦 我做了这么多善事 我怎么病得 这么厉害呢 有的人一病苦以后 他不能勇气接受起来 叫哭 有女孩子就这样子 哭 拼命地哭 哭什么东西呢 病苦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 这我晃眼镜 找我人都是这样的 一病苦 一讲讲病苦 我就开始哭了 我这就是这样 哭什么呢 病苦本来就是 常在哪一个不生病的 你问你的出品 哪一个不生病的 生病的正常嘛 平常就要在健康里面下功夫嘛 是不是 用智慧调生嘛 用智慧调生嘛 是不是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我为什么要讲用智慧调生 我现在讲的营养 营养品 江苏慧 主张那个 当然有它的价值意义 可是不一定能够适应 每一个人 有的人体质虚弱 已经命如咸丝 都快没有了 然后用那个生菜 就冷的 一吃的时候 吃白袋一大堆 然后打针 吃药 都不会好 弄得心脏都快停止了 智慧要调生的 任何东西都是要智慧做前导 它那一套不是说适应每一个人 我们不是说它的好跟不好 任何调生都是要用智慧的 是不是 像我们有的那个比丘 是不是 他很坚持这个词武 当我们赞他那吃戒的精神 弄得胃溃疡 胃下垂 舌脂肠 胃疡 胃出血 我就好意地说 你斟酌情形 不要让他死 我还是不吃 我说这个就是我八年前讲过的话 我以前就是这样讲过的 或者这样的话不行 道业重要 众生重要 是不是 我们要看个人 你真的行 还是真的不行 要看个人 所以说 圣人的标准就是一切法 不一定 这句话很有艺术的 你说 师父 师父 释迦摩尼佛的标准是什么 我说释迦摩尼佛的标准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标准 你法无定法 哪里有一定的东西 这个叫做怎么样 是不是 这法无定法的东西 什么叫做圣人的标准 圣人的标准就是什么都不标准 叫做这个最标准 不能有标准的东西 像它是无常的东西 它会变的 是不是 所以以前都被电影骗得很凄惨 电影里面 琴汉琴想你演电影 对不对 然后女孩子 他就说 我永远爱着你 对不对 那小孩子他没有学佛 都有这个落入永恒的观念 他现在学佛 他知道在欺骗我们 欺骗我们 我永远都爱你 那也怎么可能 圣人的标准就是一切法都不标准 会变的东西 可是我们这一刻 你如牧师不动不摇的清净心 外如虚空 不赛不爱 无能锁 没有能攀岩的心 没有锁攀岩的境界 这个是怎么样 纯一绝性 无方所 方所就是方位 处所 没有相貌 没有得失 喝一顾 一切都是无常 必尽空几 当体就是必尽空 所以欺骗不敢入此法 欺佛道的人 不敢写这个 这个法 写什么法 写上面所讲的 无能锁 无方 方所 无相貌 无得失 不敢不敢入此法 为什么不敢入此法 孔若空 无欺博处 这个欺 就是鸟类休息的地方 晚上 鸟回来欺息的地方 这个博 就是船舶靠岸 船舶靠岸 一个是指鸟 欺息的地方 一个是指船停止的之处 这两个人 是形容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 就是没有依靠 恐怕 恐怕落空 没有依靠的地方 没有能锁 没有方锁 没有相貌 没有得失 那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人 生活在有的世间里面 太长了 无量解来 都是生活在 这个执着的世间里面 一下子 落入这个空性的 绝对 存在的这种空性 无所依靠 他怕了 他不晓得 那个才是究竟的 归一处 因此 故望 鸟 而退 以前的念 鸟 弦鸟 结果好像不是这样子 要念 鸟 鸟 故望鸟 而退 高峻的三边 叫做鸟 请拍他 是望鸟 而退 利皆广求之见 利就是多半 大多数的众生 都是喜欢听经文法 这个很好 可是都是落入 广求之见 也就是说 把佛法当作学问来研究 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如果把佛法当作 世间的学问来研究 它不能惜苦 只能增加你的见闻 它没有办法停止这个痛苦的 我们学问的目的是什么 要离苦得乐 我们的内在里面 这个烦恼 没办法处理 我们就跟道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同学们 随时随地考试自己 说我现在有没有修行 很简单 问你现在 有没有落入是非恩怨 对立 有没有 自己回光还照 如果你真的把是非恩怨 全世界的 别人的事情 都不关我的事情 每天就是 关照自己这颗清静心 无所住心 把它 拿出来 好好的洗涤 好好的 去关照 去放下 我说 你接近开悟的境界 为什么 拿批评别人的时间 那么多 回光还照 自己的时间 少 现在自我 回光还照的时间 多了 外面的世界 跟我们 扯不上关系 因为 他的生死 跟我们 扯不上关系 因此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不会单刀直入 都会 在岸边跑 所以你想要达到彼岸 就不能沿着岸边跑 这古来有一句话 你听过这句名言吗 是不是啊 就 有个人告诉我 当然是举个例子了 说师父 我想到河的对岸 然后我就说过去啊 然后他就在岸边 一直跑 一直跑 沿着岸边 一直跑 一直跑 师父 我怎么没有办法 达到对岸呢 我说你 你要单刀直入过去 乘船这样过去 或者是游泳过去嘛 你沿着岸边跑 你怎么能够达到对岸 广球之鉴 就是沿着岸边跑 拼拼地跑 就去了很多自鉴啊 可是这样 没有办法 单刀直入地下手 从心性上下功夫 永远达不到彼岸 你永远达不到彼岸 你要度过这个生死的河里 要经过很多的冲击 打击 攻击 伤害 贪真吃 执着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不要一直在那边 广球之鉴 广球之鉴 然后邪佛一碰到逆境的时候 退到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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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用一个崇拜的心 清净善知识 寿命不会很长 邪佛的寿命不会很长 用一个崇拜的心 用一个感性的心 来崇拜你的师父 来跟着他出家 出家也不会很长 因为他不是法 法 法才能让一个徒弟安住 法才可以让一切众生安住 而不是说 我今天我崇拜的我的师父 师父的学历 师父的貌相 乃至是师父的辩才 我崇拜他 所以我来跟着他出家 那这样子的 支持不会很长的事件 那如果我崇拜 师父的某些优点 所以我来跟着他出家 这个都是感性作用 对不对 哦 我听师父的法 我很契机 很受益 能够解除我内心的烦恼 让我念佛 念得很心安 对不对 可以彻底解决 我生老病死的问题 所以我要跟着他出家 因为师父的法 能够让我了生死 能够让我姐姐 这个执着 着相 都可以破除掉 那么 所以我跟师父出家 我跟师父学道 那么 你这次真的走对路了 因为是依法 法才可以让众生安住的 用一颗感性的心 崇拜师父 用一颗 那个 景仰 仰慕的心 很快就退到心了 你一进来 你今天看 师父有缺点的 这不是圣人 你今天看 他也会有缺点的 他忘记 他进来是求法的 为法而来的 他不是的 所以我们一般人 学佛的话 不是感性 要不然就是崇拜的心态 这个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 历劫是广求知见 多半的众生 都是在这个知见里面打转 就是在经教里面研究研究 死在文字里面 死在文字里面 他不肯放下 这一颗知作的线 所以求知见者如毛 悟道者如脚 世间的知作已经够多了 研究佛法 听见文法是要叫你放下 不是让你傲视别人 拿这个学佛来夸踏自己 那么这个是求知见者如毛 一条鸟啊 身上有很多毛 可是脚只有两只啊 悟道者如脚啊 学佛的人啊 求知见的人是多 现在都是这样子的 文书当理 当就是相应 相称于理 如果拿这个菩萨 来分配的话 那么文书啊 应当是相当于理上来说 那么普贤呢 是配合着行 来说的 相应于行 离者 真空无碍之理 行者离向无尽之行 所以把柄拿起来 把这两句要画线 要刷 刷这个双线 这个两句就代表一切修行的意规 上根立志的人 一悟 极入如来地 悟到什么 真空 无碍之理 就是悟到绝对的 不生不灭的佛性 当然他就是无碍了 这两句如果你好好的体会 一切法 入理的话 都阻碍不了你的 你关照一切法 无常 无常就是空 空就是不可得 我们的觉性就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一切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个理来透视它 了解一切如梦幻报言不实在的假象 我们用真空无碍之理 内心里面充满着智慧去透视它 底下是行者 行者就是四相 在四相来讲的话 上面是理 下面是四 在四相来讲 也就是在原七法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事呢 离相无尽之行 无尽就是没有障碍 当我们心的离一切相 它就无尽了 那我们心执着相就有劲了 比如说我们内心里面 爱了一个男人 执着 着相 那我们就生命的尽端 整个就被这个男人捆得死死的 对不对 他没有用绳子绑着你 可是你被他绑得死死的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今天离相的话 那么一切的法都障碍不了我们 我们离相 不贪着金钱 金钱绑不到我们 我们不贪名 名 疏忽不了我们 对不对 我们不贪哪里 哪里疏忽不了我们 今天那还有什么 让我们值得 这么样子执着的 所以说这个离相 无尽之行 那就是我们就可以展现那一种 无障无碍 那么在思想上通通通达 这观音相当于大词 大师之也相当于大智慧 维摩节的静明 静就是性 明就是相 性相不易 所以好叫做静明 什么叫做性相不易呢 所有的空性不离缘起的相 所有的相就是绝对的本体 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好叫做静明 诸大菩萨所表着 人皆有之啊 不离一心 物之即是啊 现在邪道人 不向自己的心中悟 乃一心外着相取静 皆与道相违背 恒河沙者 佛说是沙 诸佛菩萨 是凡诸天不履而过 沙也不喜 沙不会因为说 哎呀 释迦牟尼佛 诸佛菩萨 踏过我这个沙了 沙也没有什么喜悦 意思我们心经要求 像恒河的沙一样 就像这个沙呀 牛羊从一践踏而行 沙也不怒 但也不会说 你们这些牛啊羊啊 畜生啊 虫一样 这个很下贱的人啊 踏上我这个沙上啊 他就不高兴 沙也不会不怒 沙也也说 他不会生气的 那么珍宝新香 这新香就是芬芳的香气 叫做新香 珍宝新香 那么沙也不会去贪草 糞尿臭臭灰 这个沙也不饿 也不会去讨厌他 吃心就是无心之心啊 因为他都不起心 不动念啊 离一切相 离一切相 这四个字是学到的根本 这四个字是学到的根本 你官无常 也是要你离一切相啊 官无我 也是要你离一切相啊 这四个字是一切修行的根本 就是啊 你要是能够离一切相 极相又离一切相 那就是诸佛了 众生诸佛就更无差别了 佛也离一切相啊 我们也能够离一切相 所以啊 要平常啊 就要训练我们的心法 平常就要训练 训练 如果我们平常 如果不训练的话 那还是不行 如果我们不训练我们这个心法呀 啊 那么 我们灵命中的时候 有不自在 不自在 所以说啊 离一切相众生 诸佛更无差别 但人无心 便是究竟 邪道人 若不直下无心呢 累积修行 终不成道 被三圣 功行 居系 功行就是 功业修行 只是 我拼命的精进 拼命的这样子 以为这样叫做修行 把这个 无上绝对的决心 认为是可以造作的 有为生命法 所以拼命的去求 拼命的去追 不得解脱 不得解脱 所以邪道人 如果不能直下 当下 离一切相 这样的无心 那么累积修行 终不成道 被三圣的功行 积系 不得解脱 然正此心 有此即 有慢 有快 有文法 一念 便得无心 这个上根立志的 有的人呢 到失信 失注 失灰相 乃得无心 这个是菩萨的结位 信注 相 乃得无心 有的人到失地位 才得到无心 才得到无心 长短 得无心 乃注 长短 就是 无论时间的长 或者无论时间 这个短 不管时间的长跟短 得无心 就是只要到了 无心的境界 这修行 才可以停止 乃注 乃注 就是究竟的意思 这长短 得无心 乃注 意思就是说 一个修行人 不管他时间是长是短的 是一大阿神奇迹 两大阿神奇迹 乃至一内 三天三个月 不管你时间长短 只要到了无心 这个就是究竟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下一个很大的志气 我现在就可以离一切下 下定很大的决心 放下 就算现在放不下 我每天每一番秒 都来给他信念 放下的滋味是什么 那佛就接近我们了 佛就接近我们了 所以更无可修可证 实无所得 真实不虚 以念而得 得什么 得无心 以实地而得 是公用恰其 恰好其等 恰好平等 其就是平等 只要我们一念 能够得到无心 那么我们的境界 就跟实地 得到的无心境界 是公用 刚好是一样的 有没有所谓的 生跟浅 我们现在要反过来 颠倒 为什么 只是历劫 往受 心情 心情就是 艰辛 勤苦 苦得很阎望 不晓得当下 放下 不着想 就是如如不动的本体 我们却很辛苦地以为 道有所追求 有可追求 是我们的理想目标 把真理定成一个方向 方位 前方位 我们拼命地这样追求 结果弄错了 求即使 有所求 即使道 造恶 造善 是着相 那么着相 造恶 往受轮回 冤枉 那么这个着相 造恶 正是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 我们 今天 我今天来看到 报纸 这一个小姐 她就当无女 当了一年 认识这个王姓的 那这个姓王的 基督心很强 基督心很强 那么 这个无女 她说我要跟你分手 那这个姓王的 说你要跟我分手 我就给你难看了 难看了 结果她就不信这一套了 这个无女 不信这一套 那就 今天 昨天 被人砍死 在这个电梯里面 砍了十七刀 砍了十七刀 砍了这个面目前非 砍了面目前非 血流如柱 满地都是血 死得很惨 血肉模糊 结肉模糊 我们要了解的 世间这种东西 感情是很不好处理的 这有时候我们玩不起的 就不要玩 这种东西 报纸 杂志 都在刊登 这一粘住啊 她就有报复的心 那不放手 你就死定了 所以这个就是着相 这众生是很可怕的 那么有的呢 是勒索 路人勒索 这个着相造恶啊 就是这样子 因此我们学乎的人呢 要把钱啊 名啊 利啊 男女 感情啊 稍微放平淡一点 所以师父常常说 得到的东西 并不一定是好的 失去也并不一定是不好 那么用这种心态啊 慢慢地放下它 那么你就是着相啊 照善的话 往受劳苦啊 往受劳苦 照相啊 福报大一点嘛 福报大一点的话 来试着享受一点 那没有听到佛法 就继续迷茫啊 总不如言下 便自认取本法 在我们讲话的当下 叫做言下 便在自心认取我们不生不灭的心法 此法就是心 心外无法 此心就是法 法外无心 那么简单讲就是 你的起心动力就是一切法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起心动力里面 关照啊 到最后就没有所谓能关所关了 要弃入 毕竟空性的思想 所以什么是禅 我们一定要记住六个字 禅的定义就是 令心 绝大 舍离 叫做禅 不是东斜斜西 凑一凑 打坐要知识要怎么样 这个都是真上缘 我们应该控制饮食 控制睡眠 调整身 调整心 这个都是真上缘 主要的 还是要让心 绝大的舍离 就是放下 放不下呀 不是惨 如果我们令心 绝大的舍离 你的动静 雨漠体安然 雨漠动静 体安然 哪里都是你本来的面目 因为令心 绝大舍离嘛 没有恩怨 没有是非 一个心 是那么的极静 清清静静的 就是放在那个地方 做早课 早课很有味道 为什么 它不受影响 做晚课 晚课很有味道 为什么 如如不动 诸佛常献钱 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样吗 没有的 我们明明知道 着想不对的 可是我们又很喜欢是非 很喜欢是非 众生啊 你听火法两个钟头 他坐不下来的 坐不下来的 他也碰到 那个自己的两个人 一杠上那个是非 说四个钟头都还没说完 说到明天 可以吃泡面 再继续说是非 假泡面 真的呀 真的呀 众生的造业 的勇气是很可嘉的 所以这个都是生死法 他不会远离 也不会放下 其实师父早就告诉主 修行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远离不需要 不需要的境界 我这里恩怨是非 在我这里全部都是消化掉 没事 来呀 道不现前我就输你了 没事道就现前了 一切法 没事道自然就现前了 哪里不是道 是你不肯 不肯言下 不肯直取 这样不生不灭的空性 为什么 我内心里喜欢讲识会 恩恩怨怨的 斗争 我耳朵也很喜欢听 一讲 哇 没办法 抛不开 放不下了 当然你没办法摆脱生死 落入生灭的对立 所以心外无法 此心就是法 法外无心 心智无心 义无无心 心 清净心 本来它就是无心 也没有所谓一个无心的像 加两个字 义无无心之像 这样看才清楚 义无无心之像 也没有所谓 我现在无心 到处跟你讲 我无心 我无心 那就是找 也是找一个无心 这个就是有心 无心是默契 不可以一直讲的 义无无心 也没有无心之像 意思就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心本来就是无心了 也没有所谓无心之像 将心 无心 心却成有 你拿这个心 去想要把它造作一个无心出来 这个无心却变成有心了 因为无心当体就是不假造作 所以将心加一个字 去 将心 去 无心这个去就是造作 将心造作一个无心 出来 它就是有心 这个去字不是来去 那个去的意思 将心 而去无心 将心 造作一个无心 那这个无心就变成有心了 所以啊 这个将心 无心 心却成有 所以只能怎么样 加三个字 故 故只能默契而已啊 再加故 只能 所以 我们那个心法呀 只能默契 默默地相应 默默地相应 绝诸诗意 它不是用妄想 去达到的 不是要 我去想要的 因为它是超越思想的 法 离见闻截知 见闻截知就是 思想 那么 意就是讨论咯 不可以用心去诗 不可以用口去意啊 那么就是不可思议了 绝诸诗意 本性是离开这些生生灭灭的 思想 人类所建立的假象的思想上的推论的 你都推不到的 它统统要扁弃这一些生灭对立的思想 所以说 原以道断 心形出面 你要讲 用语言来讲的话 它没有办法讲 这个断的就是达不到 用原以一说 那没有办法说的 这无办 没有办法 用原以来说的 心形出 我们用尽心思去思量 绝对的本体是什么 又化作生灭的 心思了 那也不是本体 所以心形出面 你要想要用凡夫的思维 去思维圣人的不生不灭境界 那么 也思维不到 心形出面 此心思本源清净佛 人皆有之 每一个人都有 蠢动含灵 蠢就是 虫列爬行的样子 含灵 含有这个灵性的动物 以诸佛 菩萨 一体不易 一体不易 只为妄想分别 这个为就因为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妄想分别 造种种的业果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是妄想分别 我们希望过得好日子 过得快乐的日子 拼命的执着 金钱 名利 难利 等等这些 怎么样 造种种的业果 我们想要求得快乐 却越造的越来越多了 本佛上是十无一物 因为我们清净心显现的佛 就是没有一物 所以人家问圣者 说达摩大师 何者是佛 他说我不是 我不认识的事 我不知道佛是什么东西 因为讲不出东西出来 讲不出东西出来 说大师大师何者是佛 然后达摩大师说 佛者我不是 我不认识他 真的吗 他也没有名 也没有长短 他也没有像 你怎么知道佛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 所以中国人的话 佛像就像中国人 是不是啊 就像我们这个佛像 衣佛 就像师父的脸一样 是不是啊 过嘴过嘴 用这个佛像来 我也是下一张 怎么想像住持的脸 像住持的脸 我吓一跳 我看到这个佛像 我就赶快鼓掌 哦 很好看 很好看 因为我看了 前台湾神啊 到处都去看那个义佛 我看了都很痛苦啦 很痛苦 所以啊 这个每天求观世音菩萨 不能弄了一尊啊 那个看起来很痛苦的 那个义佛来 因为义佛很不好雕刻的 就一看到了 哇 很高兴 很高兴 为什么 每天看来就不会痛苦啊 嗯 那么如果你去日本啊 日本呢 画的佛像就像日本人 啊 还长扶须呢 韩国人画的佛像 就像韩国人 你去韩国看看 哦 韩国人那个杀气腾腾的 世界最出名的 台湾的国会 韩国的学生呢 世界最出名的 你要去在国外啊 人家说 Where are you from 啊 台湾 不知道啊 没听过台湾 你跟他讲 哦 那个国会打架的地方 哦 I see I see 全世界都还知道 台湾的地方 打得很厉害 他就马上知道 马上知道 哎 I see I see 知道 你看韩国 Korea 没有人 不知道韩国 你跟他讲 那个学生啊 每天丢汽油弹的 那个国家 哦 I see I see I see わかります 在呀 在 所以是台湾的立法院 韩国的学生啊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底下啊 所以是本佛上 是十五一物 因为无相啊 虚通极净 虚通就是广大 通达 又极尽 明妙 安乐 而宜 身智 物入 直下 便是 圆满 具足 当下 放下 这通通 具足 更无所欠 什么都不切 少啊 纵使 三起 精进修行 那么 立诸 地位 立就是经历 地位就是 位赐 皆位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灰 相 实地 即 就是等到 一念正时啊 指正 原来自佛 你还是正到 那个无念的佛啊 意思说是 你拼命地 再精进地 不如你当下 放下 这句话 这句话 就是这个意思 纵使你经过 三大阿神 期间 拼命地 一直修行 想要修持一个东西 出来 这一立 一个阶位 一个阶位 只要你现在 发很大的志气 统统放下 万年放下 那个绝对的空性 就显现出来 建一切像 如同自己本地风光 不生不灭 不贪 不撑 不吃 没有这些东西 本来威武 所以立足地位 即 一念正时 经过了实住 实行 实地 实灰 像很辛苦的修行 到一念正的时候 你还是正到怎么样 本来的佛啊 本来的佛 就是无心 我们经过 三大阿神 期间 才正到无心 那我们现在 当下放下 不就无心 就解决了吗 是向上跟不天的一物 天就是增加一物 不增加一物 窃观立节修 窃观立节功用 窃观就是回过头来 观看自己立节的修行 窃就是回头 回过头来 看看我们立节的功用修行 拼命地在向上 拼命地用功 拜佛 念佛 持咒 拼命地用功 可是啊 总是梦中妄为啊 因为 金刚经里面讲啊 不可以设而生心啊 也不可以 不可以 注射而生心 不以注射 身相 相位促法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不可以注射 身相位促法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你看看 我们念佛 是因身啊 观想 也是 也是妄想的一种啊 因为佛是无相的啦 总是借着这种 六根 来修行 希望 找出一个 好像我们 真正的理想的目标 这个都是妄为 所有的造作都是生灭的 不如我们万年放下 放下 放下 当下放下 好端端的 清净自信 自自然然的现前 所以 如来说 我与阿尿菩提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十五所得 无所得 就是不着想啊 离一切想 当然就是无所得了 我们修行 能够离一切想 十五所得 是非恩怨 这些啊 恩亲 都平等 对不对啊 无所得嘛 然等佛 这不以我受计啊 如果有所得呢 然等佛 这不给我受计 又说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是明菩提啊 即此 本云清净心 与众生诸佛 世界三合 有相无相 片十方界 一切平等 为什么 无比我相 比自信也空 我自信也空 没有自信啊 当然就没有彼此之相啊 此本言的清净心 常自圆明骗照 诸位 你不能把圆明骗照 当作是清净相 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是智慧的表法的名词 意思就是 清净心就是无心 无心就是具足 无相的智慧 可是他没有办法 去衬托 我们的智慧是什么 他只好说 圆明骗照 意思就是智慧 到哪里 通通如同光明的 太阳一样的骗照 这是表法的名词 你不能把它认为 有一个光明的东西 那就糟糕了 常自圆明骗照啊 世人不悟 世间人没有觉 只认见闻觉知 为心 见就是指眼睛啊 闻呢 就是指耳朵 因为眼睛是用见的 看到了 耳朵就是闻 那么觉就是鼻舌身 因为这个必须接触 接触 这个就是觉 这个觉就是触觉 鼻舌跟身 这个都必须用接触的 才能感觉出来 所以说这 觉是指三根的总代名词 觉就是鼻舌身 知呢 就是意 那么见闻觉知呢 就是眼耳鼻舌身 意 那么也就是六根呢 所以六根浓缩起来 叫做见闻觉知啊 为心 九十一页 那么我们呢 为见闻觉知所 父就是父干 因为我们眼睛看到什么 就执着 耳朵听到什么 就执着 我们不执着 我们不晓得怎么过日子啊 你不懂佛法吗 像我们今天呢 看到这个新闻报导啊 说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啊 叫做新兴人类啊 这不晓得是什么名词 新兴人类是什么意思呢 那还有救人类吗 就是这些什么叫新兴人类 像我们这老一辈都没听过这个名词 他说这个新兴人类啊 体力太好了 那去哪里呢 去标武 标武 结果呢 现在开始一个大 全台湾生最大的无常 可以容纳五千个人 五千个人 几百平啊 容纳五千个人 几千个人一起进去 都是年轻人啊 减轻人 在那边咬啊 这样子 我们就这样看 然后我就访问他 访问他 就说 比如说这麦克风 你为什么来标武啊 有一套套底 他说标武总比标车好嘛 我说嗯 那么好 然后就是问你个小点 小姐小姐你为什么要标武呢 就说发泄情绪啊 把烦恼都跳出来啊 神经病跳舞可以把烦恼跳出来 小姐 没办法了 没听到佛法 我们很灵敏他 真的 没有办法 对不对 有的人哦 那都走出来 摸那个屁股那么大 摇摇摇摇 最好旁边的散开一点 一撞到 马上就 倒大股就倒 跳舞 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的 就是这样子 我们 他开始跳舞 我们知道 那一定要结束 因此啊 这个就是不离见闻截止所附啊 所覆盖啊 所以我很幸运 我在年轻的时候 就听到正法 师父很幸运啊 很幸运啊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因为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追求 否则真的 这个生命不想要做什么 也许那里面 我也去跟他标也不一定啊 是不是 有标车 也许会有我的名字啊 那我标车 那一定当然好的 摩托车骑大一点 没看到人 那个摩托车怎么没有人会动呢 没看到人 因为人小人啊 像以前的我 人家 那时候在台中 去借了一辆车子啊 那车子大了 我说 即使即使你借我吧 结果就开 结果那个车子啊 太大了 旁边人吓一跳 七块 车上没有人 怎么会动 车子会动 就一看 哦 灰里瓦斯 你在里面啊 没看到人 人太矮了 没办法了 世间人啊 没无所追求 就是追这个东西 哪里的 没有什么新闻啊 世界就是这样子 啊 所以啊 我们呢 不读精明的本体 没有看到 读就是误到了 这个读不是用眼睛看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因为这个读的旁边呢 写一个误字 因为不误 我们这个精明的本体 因为我们没有误到 这个空性的绝对本体 但直下无心啊 当下 不着想 急切向 离切向 本体就直线了 如大日轮 深于虚空啊 骗照十方 更无障碍啊 所以学道人 为认见闻觉知 思维动作 空缺 见闻觉知 体心 入 结无 结无入处 那么 所以我们学道的人呢 只要 从 见闻觉知 思维 动作 去认取 我们的本性 如何认取呢 底下这个字 就是最重要的 空缺 空缺的旁边呢 写两个字 就是放下 绝对的放下 绝对的放下 你六根攀联 六镜的这些 举着分别 先通通放下 你冷静的看 用智慧的看 不着想的看 一样看 没有关系 但是 就是保持一个 绝对的放下的心 怎么样 空切的见闻觉知 因为凡数有像 其实虚幻 我们学道人 为认 只要从 见闻觉知 思维 思维就是 言行 举止 动作 放下这些 三页 所接触的 见闻觉知 怎么样 即心路 结五五六处 心路就是 这些妄想 这些妄想 就打不进去了 妄想打不进去的地方 就是不可思议的 本性了 金刚不可思议的本性 这即心路 即无路处 这些妄想 就绝对打不进去的 就是 你只要放下 见闻觉知 所显现的这些 这些思想 通通执着跟分别放下 如是知 如是见 即见 离一切见 即闻离一切闻 即觉离一切解 即知离一切知 那么 见闻觉知 就是即向离向 就是这样子 那么心路就 绝无路处 但以见闻觉知处 认本心 只要我们放下 我们这六根门头 放光动闭 不声不蔑的 清净自信 就向前 那本心 不属于见闻觉知 我们的这 不声不蔑的清净心 是不属于见闻觉 见闻觉知 是脑筋在作用 就是有形象的这些 妄想 这个肉体里面 建立的种种的观念 我们的不声不蔑 是超越这一些的 可是他也不理 见闻觉知 因为他妙用现前 我们要妙用现前 当然要用六根 你没有这六根 见闻觉知 这个是言而逼舌生意 那你怎么妙用 妙用你怎么现前 所以有一个无畏真人 在六根门头 放光动闭 主事大德这么说的 有一个无畏真人 没有名字的 没有阶位的 就是不声不蔑的清净 我们的清净自信 在我们的六根 放光动闭 可是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都是用有向 我们都是用执着的心态 所以但目以见闻觉知上 起见解 你千万不要在你眼睛 所见到的 耳朵所闻的 鼻舌生意 所怎么样 所接触到的 起这个执着跟分别性 见解就是执着跟分别 也不要在见闻觉知上动念 动念 动念 绝对的本体 它是无念的 那么动念的意思就是说 动到执着的念 分别的念 并不是说没有念头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他看不懂 也不要在见闻觉知上动念 那怎么办呢 什么都不要去想 那个就是万道 所以这个意思 我们一定要了解 真正开悟的人 他动念无法 为什么 他体用意读 都动念就是不动念 意思就是不要动到分别的念 不要动到执着的念 不是说没有正念 人都没有正念 就像死人一样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念头 所以 一默在见闻觉知上 去动那种分别执着的念 也不可以离开见闻觉知 去找另外一个心 眼界一切像 当下就是如如不动的极灭道场 听一切声音 沉滞生灭 文性不动 就是极灭的道场 也不可以离开见闻觉知 去另外找个心 也不可以舍离见闻觉知 加两个字 另外取法 以莫舍见闻觉知 另外取法 这样语意才可以更清楚 也不可以舍掉 舍掉见闻觉知 舍掉这六根 另外跑一个地方去找一个法 你找不到的 就怎么样 不急 不离 不是见闻觉知 也不离开见闻觉知 不住见闻觉知 也不可以着见闻觉知 纵横至在 无非道场 简单讲就是 离一切像 即明诸佛 所以这句话 就是很简单 师父常常说 修行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只要我们肯放下 好端端的清净自信 就任我们应用 所以古来祖师大德 讲一句话 非常有艺术的 说 参常悟道者 深情活作 不贿 吹灰之力 讲的实在是太好了 大策大悟的人 深情 深情这个烦恼 活作这个烦恼 怎么样 不贿 吹灰之力 真的 你一切像吗 连动到 一两的力都不要 我们是四两破千斤 无心 连一两的力量 都不要用得上 你不会吹灰之力 但一静 你一切静 连天心等人都不变 那就OK啊 对不对 你没吹灰之力 纵恨自在 无非是道场 哪里通通是道场 我们要是学禅师 深情活作啊 不会吹灰之力 就是离一切像 世人闻道诸佛 皆传心法 世间人听说啊 闻道 怎么样 诸佛都传心法 将为 必将认为啦 叫做将为 心上别有一法 可取可正 认为这个心上 大概有另外一种法 可以可正可取 不晓得当下这一颗心就是了 因此啊 遂就是因此 将心密法 他不晓得心就是法 因此啊 就用这个心去找那个法 不知心即是法 法就是心啊 不可以将心更求一心啊 礼千万劫 中午得日啊 不可以拿这个心 再拿这个执着的心 去求另外一个心 那你求不到的 不可以将心 更求一心啊 就是心是绝对的 不可以有能所 那么人家 千万劫 中午得日 也不可能得 不如当下无心 便是本法 你看 当下无心 就是我们本来这个法嘛 如力士弥尔 内珠啊 向外求密 周行十方 终不能得 力士弥尔 这个力士啊 这个额珠就是 以额上的珠 比以人能本际的佛性啊 在这个大波涅槃经的 卷期里面 有这样写的 有一个大力士啊 与人搏斗 他头顶上啊 有一颗珠 那一头相处啊 摔跤的 头相处 一头相处一撞下去啊 眉间 眉间 头相处一撞到 撞到这个眉间 眉间有一颗珠啊 眉间有一颗金刚的珠 沉默在这个皮肤当中 该处就长出一个瘤了 后来啊 不晓得有什么原因啊 他说 这怎么长一个瘤了 那么大呢 后来啊 这个医生告诉他说 哎呀 你这个是金刚珠露体哦 这是比喻说 一切众生 因为烦恼啊 覆盖着 所以不知道 我们本具的佛性 一旦碰到善知识呢 使得见 他本具的佛性 这个叫做历世 弥额内珠 因为这个历世啊 这个 眉间啊 这个金刚珠 跟人家搏斗的时候 一撞 撞进去了 找不到了 其实啊 猪还是在他体内 也表示我们佛性在 在内吗 哇